大家好,弟兄姐们好,YouTuber们好,听众朋友们好,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0号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第300期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披着羊皮的教会和药分子李平 实为中共间谍在美国被捕 在说说揭露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传播情况 我说一下揭露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传播情况 也就是说说有哪些人知道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吧 实力,我这点加个实力 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说 就是说这些中共的间谍要化身为教会议分子 化身为基督徒 但是这种实力其实是有 比如说王苏金之前吧 以前我做个节目 他也是教会的长老 也是教会的长老 有一个间谍被捕了 在他之前 好,这次又来那个实力 是个批着羊皮的教会和谣分子李平 也是批着基督徒的羊皮 批着基督徒的羊皮 然后积极传教 教会和谣分子 实际是中共间谍 在美国被捕了 然后我就在说一说 揭露基督教的传播情况 为什么呢 这些新闻 它其实是在7月25号 这个李平就被捕了 但是我说过 这种是有损大外宣的 就是对中共不利的消息 大外宣绝对不会使劲地宣传它 所以说在网络上 它就这么一提就过了 没有再也没人讨论过 只有真正的像这种 支持川普的这种大外宣的 有利于大外宣的 才使劲地传播 而这种小事情就 不利于大外宣的 就一提而过了 而且没有人去挖他 挖他基督徒的身份 只有我在这里 挖他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说这个消息 本来已经发生了上个月 7月25号就发生了 但是我知道昨天我才知道 而且我是极其偶然的 才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说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教会火药分子李平 实为中共间谍 在美国备部 我今天讲讲这个 然后顺便呢 要说一下就是 由于就是知道基督教的 和谐控制计划 也只有少数的人知道 所以说它实际上 大家知道它是基督徒 或者想联想它是基督徒 都不会想到 有一个真正的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存在 大家只是认为 这个间谍嘛 有各种社会 卧点在美国嘛 实际上 经过我的研究 是基督徒 是中共间谍的 一个最大的几个基本盘 就是中共间谍 大量的 比其他的那些学校啊 或者什么的 比那个千人计划呀 或者是孔子学院 更多的人 是卧底的教会 是中共间谍的基本盘 是基本盘 我以前也提到过 为什么这些大外宣伦 能起作用 就是由于它 先在基督徒里面 宣扬起来 上当受骗的基督徒 给它使劲的宣传 然后或者真的 就是这种基本盘的 教会卧底啊 再帮它宣传大外宣 所以说啊 它的大外宣 才会起作用啊 基督徒啊 基督徒 假教会 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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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 假 基督徒 基督徒 是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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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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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基 和基 基本盘 就是实际上 假教会 是建的 大本云 和 假基督徒 是 建的 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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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推特上在网上 不管是在赫兰 还是在哪里 到处都看得到 全世界 都看得到基督徒 建的 假基督徒 特别多 特别多 而好多比如说我以前也提到过好多许多的不管是真的是异议人士还是真的是受逼迫的人哈都最后都转成基督徒知道不我以前也说过你如果是真的反共真的反共或者是你真的是受逼迫的或者你真的是上方人士最后你还是变成基督徒你真变成基督徒对共产党也有利你变成假基督徒对共产党更有利好 所以基督徒假教会是间谍的基本盘口大病啊我就现在做这个结论是呃我过来再说说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传播情况啊由于这个他被布了之后网上没有太多的讨论因为他不利于大外宣所以说这些资料都非常难找我也是偶然看见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来找他的正通的来源是在这里哈 是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工程呃呃被被碰是中共建的中国建的中国建的中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他是59岁啊这个任不魅把这个翻成教堂啊他不是教堂他是个弟子就是卫斯里卫斯里教堂是弟子不是在教堂里边哈我刚才以为是教堂就是这个教会卧底任不魅还把这个消息搬出来了他是他的他的那些手下跟支持者啊还说哎呀这些人卧底的教堂啊 你看这些都是以前的老就任不为他自己都是哲喊作贼哈而且他还把这个翻译错了当然这是自动翻译他就没有仔细看这不是教堂这不是教堂这是个弟子佛罗里达卫斯里教堂是弟子叫地名叫地名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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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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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轮功成员肯定也会被中国共产党监控 也有可能 然后最主要是他问了他一些雇主的消息 就是国安局雇主 因为它是通讯公司高科技公司 还提供一个在逃的官员的一个消息 国员还给他培训指导 这些东西 知道吧 具体的你们只就看 但是这里面没有提到他是基督徒 我是在哪里看到基督徒 是网上我一搜 网上我一搜 搜这个福州居民一平被控共谍 猫神称其为拨后黑手 他里面这个叫猫神的人 猫神这个人也是有怀疑的 他极有可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 这就是这就是礼品 这就是礼品 你看他怎么说的是 他说这老头是间谍我对他很熟悉 他就住在我家附近开这15分钟就到了 四个教会活药分子 好多次对我传教 被我拒绝了 居然被抓了 看到没有 网上你查不到他的信仰的这部分 查不到 只有我在研究这些东西 发现了教会活药分子 教会活药分子 教会活药分子 并多次对他传教 看吗 就是让这些人传教 他的传教就把你们拉入假教会 就是拉入假教会 我们再看到托特后来我用我的推特的小号进去了 你看见没有 这老头是间谍 我对他很熟悉 他就住在我家附近 开车15分钟就到了 四个教会活药分子 好多次对我传教 被我拒绝 被我拒绝 教会往往伪装成左派共党杀 但邪教徒最爱扎堆的地方 不是什么左部左派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 好 基督才是西方正统信仰 法轮人在中国这个不是 你看 又让大家记性 这都死都死 教会已经被攻破了 教会已经被攻破了 知道吗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今天呢 我就说说这个 其实我以前做的节目 以前也提到个人 他也是 他是教会的长老 而这个是极机分子 他是不是牧师啊 是不是也是长老啊 是不是也是 也是指示啊 我们都没有不清楚 因为没有具体的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 绝对不会被大外宣生亡 绝对不会被大外宣生亡 也绝对不会被这些宣传机构去生挖他 除非是有意的 比像傅希秋这种人这样的人 肯定有人去生挖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实例 这就是中国共产的间谍 卧底在教会 实际上是充当间谍 批走基督的养品 这是个实例 好 这些信息为什么也不会 大家知道啊 就是这些他的教会的生活 为什么没有人生挖他 因为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没有被社会大众 包括基督徒的广分的知道 有一个人就在问我 他说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是不是只在国外 国内有没有 国内就是先从国内 我是这里说一下 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是先从国内搞起来的 就是为了控制 所有的最大的目的 共产党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控制国内的人 控制国内中国人 控制中国人不要造反 所以说都是从国内搞起来的 国内的家庭教会 在2008年2009年 我们早就告诉国内的 许多大的家庭教会了 他们都知道了 都知道包括那个时候 许多称王英牧师伟 王英大哥的都知道 而且我以前也用过微信 有人也和我联系过 而且我当时在微博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在2015年以前 国内是不用翻墙的 2015年之后才有墙 所以说才翻过来 才可以才必须翻墙 以前是他们是可以 随意访问海外的信息 是看得到我们的信息的 我当时微博里面也有账号 现在我的账号都还在 但是我当登录不了 我也没办法发言 也是7000人教会 如果你们看以前的微信的话 微博的话也看得到7000人教会 一样的看得到 知道不 所以国内其实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和大外宣一样 没有人来宣传它 因为现在所有的掌握的舆论 我们说你在微信里面 真正掌控的微信群里面 都是党的人 家庭教会的人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现在有强了之后 由于这个信息被阻断了 所以说好像国内的人不知道 其实是有些人知道的 只说他们没有强调这个东西 而国内的人 以前不知道的人 现在只有翻墙来 才在这个大海捞针一样的信息里面 才会看到我们的信息 你真的能看见我们的信息 那么就说明的确是 上帝 这就是上帝觉得让你知道 所以说你有时间 有精力 在安全的情况下 一定要传播 而基督教就是揭露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你看我们在海外 大家都是信息都有 但是这种信息传播的 还是非常之慢 非常之慢 所以说像这种 间谍被误了之后 没有人讨论它 没有人深入的讨论它 它竟然是教会活跃分子 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我研究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再次强调 假教会 假基督徒 是间谍的大本领和基本盘 而这个李鹏 李平被不完 我在张伯利 你去看张伯利 7月24 7月25号的 或者7月26号的 视频里面 他提到了 他自己说他 这个李平 肯定也把他的信息 给了中国共产党 没有提 没有提 和他没关系 他又是趁李平 李平 因为张伯利就是教会卧利 都是为党工作 但是他还是提到了 他提到了 你们在网上搜得到 搜得到李平被不 李平被不 我们收下油管 收下油管 看看 你看 张伯利 李平 张伯利 妳看 张伯利 信息非常之少 得应从从无间到中共间谍李鹏在福州被捕 你们有信息去看他 他一定会为他自己脸上推金 你看王苏军被抓 被正在审的时候 李鹏也被捕弟兄姐妹们 这间谍会越来越多 你们看见以后有人有间谍被捕 你们就查他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由于这个信息 如果官方不公布的话 其他的是很难的 除非在推特里面有人认识他 因为他肯定 他这个间谍他的任务就是 要拉很多人为他工作 他当然是积极传教 你一信基督 一信他的传教 一信加入他的教会 你就被发展为间谍的下限 好弟兄姐妹们 我说明白没有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典型的实例 批着基督的羊皮的火药分子李平 实为基督 实为间谍 教会火药分子 见得罪 批着羊皮传教是假 做间谍是真 发展下限 好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都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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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